天花板秀石塌陷 地面积水 连厕所门都有破洞 这幅景象 连立法人蔡世英都吓了一跳 这里是基隆市五轮国中 校内厕所由于使用将近20年 不但设施老旧 有了甚至损坏到不堪使用 立法人蔡世英因此邀及教育部 国教署国中小教育组长林助理 与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代表 到五轮国中查看老旧厕所情况 并向教育部争取相关补助经费 进行改善 希望提升学生的学习环境 林助理表示 针对全国的老旧厕所 国教署争取行政院专案计划 给予补助 尤其是使用达20年以上 且无法使用的厕所 由地方政府依据急迫性 向国教署承报计划核定 这是针对全国老旧的厕所 我们特别争取了行政院的专案计划 来予以补助 所以今天特别到基隆市的五轮国中 进行会看 针对这些已经使用超过20年以上 而且确实老旧不堪使用的厕所 会透过专案计划来予以协助 五轮国中教学大楼六间厕所修缮 及设备更新经费大约810万左右 校长陈正辉希望能在明年底前 将老旧厕所改善完成 我们厕所在97年取得使照资金 已经有20多年了 那学生在使用上 虽然很干净 但是也老旧了 那感谢委员跟教育处 还有国教署给我们这样的经费 让我们申请到 可以让学生有更好的环境来使用 那希望明年的11月之前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厕所完工 后续呢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厕所 可以结合学校里面的美感啊 还有课程 老师的需求 学生需求一起设计进来 据了解除了五人国中外 在蔡次英协助下 包括百福国中 五赌国小 信义国小 深美国小 及地内国小的老旧厕所修缮计划 都已经获得教育部核定 预计今年底完成公告招标 明年中陆续施工完成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